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看我们今天下半场要讨论的东西 如果大家没有看过 如果大家没有看过包法力夫人可能觉得有点遥远 我们下半场要讨论的东西 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悉 弄不好你们的家里头就有一件 所以我们下半场要讨论 民主 运动 物 平等 简单的说我们要讨论一场运动中间的一件 一个物件 不是说只有这个物件 只是我们拿这个物件来做例子 那头有无数的例子 我们现在只拿一个例子来说 然后比较能够讲得清楚 在运动中间有一个物件 它既是什么 既是这个民主运动中间的一个能够一个爆破点 同时的话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个物件去看到 这个运动里头到底有没有平等 我们怎么样子去感受平等 怎么样去想象平等 我们先说一下 这个没有人不知道吧 基本上应该是你们都经历了过的 是不是 2014年3月18日到4月10日 那时候有人就是 那个时候说实在的 学生在课堂上的比例不多 对不对 那当然 对我来说是绝对不会因为这样子要去点名 或者把学生当掉了 因为有些时候老师也不在教室了 对不对 老师也跑到现场去了 所以这个经验我想大家都有 不论你是有实际亲身参与你是有到过现场 甚至你是在那个立法院的那个议场里头 你知道大家知道吗 到过现场未必到过议场 对不对 因为有时候现场是外面 对不对 你不论是到过外围现场或是你到过议场 或者是说你是守在电视机前面 或是你是守在你的电脑前面看直播 我想当然没有一个人不知道 什么是太阳花战领立法院运动 可以吗 也没有一个人不知道 那时候的运动的一个主要的口号 你们告诉我 我都忘记是 是捍卫民主退回服务 还是退回服务捍卫民主 哪个在前面 OK好 对不起 那你们就自动掉一下好不好 退回服务捍卫民主 可以吗 那接下来 就像我刚说的 上半场如果你真的 听懂我在讲什么的话 这边其实你就马上可以推论 我要讲什么 我们先看一下 你们右手边的这个图片 在干嘛呀 当众脱衣服 对不对 陈薇庭为什么要脱衣服 好热啊 不是嘛 对不对 沾热血也不需要当众脱衣服 对不对 先说坐在陈薇庭旁边的是谁 不会吧 才2014年你们就全忘了 他旁边的那个人叫做英帝大帝 你可以不知道他是谁 可是你可以 你必须要知道他 他在干嘛 他在举办一个论坛 对不对 那个论坛叫什么 记不记得 真的全忘了 那叫做大长花论坛 可以吗 好 为什么是大长花 为什么是大长花 简单的说 就是有些时候 有些人看太快 把那个太阳变成大长 看成大长 另外一个的话呢 它是什么 也是一种血拧嘛 对不对 草缝嘛 对不对 太阳花 多么什么 多么崇高啊 我们现在是大长花 对不对 那个 突然之间从一个什么 从一个太阳 从一个光 从一个启蒙 从一个进步 的运动想象 突然之间变成了大长花 大长想到的是什么 除了那个 小米刷之外 想到的是什么 内脏 对不对 身体 可以吗 而且是比较什么 消化器官的 对不对 不是大脑 对不对 可以吗 所以你有一个上跟下 你有一个崇高跟 有一点点 猥胁的 想象 对不对 所以大长花论坛里头 就是说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干狡 共同体 我们先不管 我们先说 太阳花的口号 退回服貌 然后捍卫民族 那在退场的时候 退场的前夕 他那个英帝大帝 就办了这个大长花论坛 每个人上台要干嘛 上台要干狡 对不对 陈维庭上台干狡 什么 因为很多人都在干狡 陈维庭 对不对 那陈维庭上台干狡 什么 干狡 林飞凡 对不对 为什么 他那个 他那个绿大 那个绿大衣 对不对 那个绿外套 他们叫做正义绿 绿外套 2014年 木齐无印良品的春夏新款 对不对 因为太阳花运动 所以立即全省断货 对不对 所以那时候 那个太阳花运动的时候 最好玩的是什么 大家知道断货没有关系 只要一断货就有什么 就有山寨板 对不对 所以那时候就有很多的山寨板 陈维庭正一绿大一 然后那个 那时候比较好玩的是什么 山寨板有两种 一种 made in 台湾 一种 made in 台湾 一种 made in 台湾 那你说你要买哪一种 如果没有价钱上的差异 你当然买 made in 台湾 对不对 可是却偏偏偏有价钱上的差异 对不对 所以那时候很多人就去买便宜的 山寨板的正一绿大一 对不对 喊出来的口号叫什么 爱国不分产地 对不对 这不是重点 我们现在说 OK 他是这样的一个场合 他就把他的什么 把他身上那一件衣服脱下来了 那这个脱下来的衣服 跑到哪里去了 跑到了网路拍卖 那个网路拍卖 如果你们看得清楚 上面那张字的话 就是小熊围庭 原知救国 捍卫梯 可以吗 为什么是捍卫梯 是要谐音 我们那个捍卫民主 可以吗 所以他就在网路拍卖一个叫做 捍卫民主梯 可以吗 捍卫民主 作为一个整个运动的理念 那那个 这边这个捍卫民主 就是一个什么 运动的体现 可以吗 我为运动 流血流汗 可以吗 所以就在网路上面竞标 要把 就说OK 结果当然有 有人去胡搞瞎搞 就把他搞出一个这么这么庞大的金额 对不对 那当然这个是假的 最后的话是以什么 是以12万块钱 卖给了这个桥头阿嬷 对不对 然后阿嬷说不臭也 什么意思 如果现在有一个新的T恤 说我要来拍卖 我要来拍卖 为那个太阳化运动募款 没有价值啊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整个运动的明星崇拜 整个运动的商品恋物 是围绕在这些明星学生的身上的 可以吗 你们知不知道什么叫做商品恋物啊 就是说结合了这个所谓的明星跟商品恋物 有一次他们在办那个兄弟像 有一个相关的一个活动 他们就说 OK 他们就准备了一些蛋糕 因为他们是那个蛋糕的厂商 就要送给什么 送给那个 就是他们那个 球赛结束之后 他们会送那个蛋糕进去 然后那些粉丝就说什么 粉丝就说什么 粉丝说了一件 我觉得 怎么有这样子的事情 可是呢 粉丝说了这件事情 我就说 这就是太好了 如果你们不懂得什么叫做 叫做所谓的偶像崇拜 加上商品恋物 明星就说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那个他们吃剩的东西留给我 那个有个子女就说 他们不吃剩啊 他们就这样子 一定会把它吃完啊 为什么要留给你 留下来 他说 可是 可是 可是上面有那个 譬如说 有那个草莓 草莓他们也吃啊 可是那个草莓的地 他们不会吃吧 你如果可以把 那个 送给兄弟像对他们吃剩的那个草莓地给我的话 我都很开心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 我们要怎么样去看这个捍卫民主题 先说一下 整个T恤 所谓的抗议T恤 成为一个所谓的书学表面 成为一个所谓的 那个 这个随身穿戴的看板是从60年代开始 好 我们知道这个整个的T恤 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平民的想象 因为谁都可以穿 好 就像牛仔裤一样 对不对 好 不过呢 大家要知道就是说 像我们这种年纪还敢穿牛仔裤 基本上还是要有点勇气 为什么呢 不是身材的问题 而是什么 我就听到很多那个 很多那些年轻的女孩说 正生气 连欧巴桑都还在穿牛仔裤 他们就没有什么年龄的差异性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牛仔裤跟T恤 是20世纪最具有民主性的穿着 老的也可以穿 小的也可以穿 男的也可以穿 女的也可以穿 所以他没有一个很清楚的性别阶级 那个的一个区分 那可是呢 整个的T恤要成为一个抗议的一个标志 确实是在60年代的民主运动里头才出现 可是60年代离2014年 已经是一个相当久的一个年代 那我们看一看 到了2014年的台湾 这个抗议T恤变成了什么 我们先来看一下 陈卫婷脱下来那一件 在网路上拍卖到12万块钱的这个T恤 是这个 是这一件 简单的说 是一个黑色的T恤 为什么要黑 从天安花运动来说 黑代表什么 蛤 黑 什么 不公不义 黑不公不义 还有呢 黑香嘛 对不对 所以那个字一定要白的 为什么 白的代表正义 白的代表光明 白的代表太阳的力量 对不对 好 所以你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基本的设计 接下来的话 你看他有一行中文字 一行英文字 你们喜欢中文字还是英文字 来表一下我看一下 比较喜欢中文的表达的请举手 如果你们非得要选了 被迫要选 喜欢中文表达的请举手 好 喜欢英文表达的请举手 先说一下 中文字跟英文字不对应 对不对 自己国家自己救 这也是我们太阳化运动中间最重要的口号之一 这个口号好不好 有人说现在是什么年代了 这么老的口号 什么十万青年十万军 你还是什么自己国家自己救 还是什么那种爱国主义 这句口号好不好 如果你说不行 我要站在太阳化运动的立场 先带我们讲话 我要说这句口号很好 这不是一个老掉牙的爱国主义口号 自己国家自己救 自己出现了两次 哲学系人告诉你 就叫做什么 自我反身性 没有 我是说你可以做很多的文章 自己国家自己救 指的是什么意思 指的是 主权在民 人民做主 对不对 我的国家 现在变成我自己要救了 过去的话呢 不需要你救 为什么 过去不需要你救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国家是一个 代义民主制的国家 我们要做的事情 自己不需要自己回家自己救 我们只要去投票就好 对不对 我们就选出了什么的 我们的 我们的立法委员 对不对 我们的这个各种的行政首长 我们的总统 可以吗 所以整个的一个政府的制度 就是我们用投票选出来的 可以吗 所以国家要谁去治理 这群人去治理 对不对 我们要做的事情 只是要去投票 对不对 现在突然间告诉你 自己国家自己救 表示什么 表示选出来的这群人出了问题 他们要去治理国家 把国家治理的很糟糕 所以现在变成什么 自己的国家 我们自己要去救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面 这一句口号最大的激进性 在于什么 在于它是对一个代义民主的抗议 那整个太阳化运动 我们也当然知道 是一个代义民主的一个什么 一个失灵的一个时刻 代义民主出了问题了 那 故且不论 因为这个要讲 会讲太久 先看 Fuck the government 这里头有脏话 对不对 在这个意义上面 personally 我比较喜欢上面 中文 比较不喜欢下面的英文 并不因为 并不是因为下面是一句脏话 而是因为下面这句话 基本上是什么 是 华尔街占领运动的口号之一 不是我们原创的 可以吗 那你说也可以啊 我们现在用下面这句话 去创造台湾的占领立法院运动 运动作为全球占领运动的一份子 包括说我们看到的那个 V外科的面具 对不对 那个决定是可以的 我只是要说 下面这句话的 它不是原创的 上面这句话是啦 好 自己国家自己就 好了 除了这样子之外 你还看到什么 在这一个图像上 你看到了一个棒球帽 上面写的public 可以吗 是不是 那整个棒球帽上面写的public的方式其实是什么 其实是让你觉得那边应该是写什么 写police 对不对 是不是 那应该是一个police的那种钢窥对不对 可实际上它是什么 它是要让你产生一个这样子一个zone of indeterminacy 其实它叫你看到的是一个public 可以吗 一个不确定的一个场域 感觉上它是在什么 它是在嘲讽整个police 或者说我要用public 人民的这个公众的这种力量去取代什么 取代警察暴力 然后呢 更重要的两个字 在整个画面的右下角 叫做什么 激进 什么意思 你们猜不出来的啦 为什么 除非说你们有去看相关资料啦 或是说你们刚好就喜欢这个牌子了 这是一个牌子的名字 这个牌子叫激进 可以吗 它是一个所谓的运动潮牌 这边的运动指的不是体育运动 这里的运动指的是社会运动 你说社会运动还有潮牌吗 有 社会运动的潮牌 那这一件T恤呢 最早是什么 最早是那个2013年 那个就是 那个 考秋琴的那个 乐团的那个 陈威仲创的这个牌子 也简单的说就是说 为什么 为什么运动不能够有比较好的设计 那为什么设计里头不能够有利润 对不对 我当然可以创出一个品牌 这个品牌专门做什么 做社会运动的T恤 所以这个T恤当初是在2013年 所谓的这个大浦事件 这个818蔡政府那个时候设计出来的 那当然整个的爆红是因为什么 太阳花运动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运动里头 除了我们说这个 各式各样的T恤 当然这个陈威凡的 呃 林飞凡 林飞的这个正义绿大衣 就是我们刚讲的那个 这个木齐的那个 另外一个的话呢 也有另外一个 这个知道吧 先说一下 这个男的 拿麦克风的男的 现在可以再度认出他吗 可以吗 他是谁 这是印第大帝 这是大长话论坛的那个印第大帝 对不对 那这是在运动退场之后 在那个总统府前面办的 凯塔格兰大道办的 那那个女的是谁 那个长发的 OK 这是坐着的那个长发的 有一点染发的 那个把头发染成金色的女的是谁 你们都不看新闻了 还是都真的全部都忘掉了 那个女的是谁 我都不太想想 因为这个名称本身是充满歧视的 他叫鸡排妹 对不对 为什么叫别人叫鸡排妹 水果妹是卖水果的 那个鸡排妹不是卖鸡排的 他是那个 他基本上是台湾的艺人 只是一个非常热衷 运动的艺人 郭嘉春为什么会被 被昵称为鸡排妹 或是他自己也认为他是鸡排妹 他不是卖鸡排 他是去做那个 就是那个 平面媒体模特儿 然后曾经 那个红的是因为 那个是一个 鸡排广告 平面广告 所以他并不是他家的头卖鸡排 那个 台湾过去十年来 非常喜欢去创造这种 平民美女 对不对 所以就是有各种 各种这种 很奇怪的 那这个郭嘉春为什么 在这边他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他也要响应这个运动 他支持这个运动 对不对 陈卫婷可以脱T恤 我脱什么 胸罩 对不对 干嘛 网路拍卖 虽然之后我们不知道 那个拍卖 后来是谁的 或是卖出多少钱了 为什么他要来这边 也是什么 也是一个热血的 要支持运动的一个想法 可以吗 那我就要问说 这个鸡排妹的这个 这个郭嘉春的这个胸罩 跟 陈威婷的捍卫T恤 跟林非凡的正义绿大衣 有没有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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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刚刚都在讲 前面都是说他们是 明星崇拜商品恋物 对不对 这边除了明星崇拜商品恋物之外 还加上一个性恋物 可以吗 有气味的贴身衣物 过去如果要有市场的话 一定是女人的 有气味的贴身衣物 对不对 是不是 我们说大概 十多年前 我们开始听到说 日本的高中女生 开始去卖她们穿过的内裤 对不对 那是穿过的 对不对 不是新的 对不对 那这跟这个 胸罩 跟我们的T恤 跟我们的那个绿大衣 一不一样 大家去想一想 这是一个很巧妙的一些 性别政治 的问题 好 那我们来说 OK好 那我们要如何来看 我们现在把我们的重点再拉回来 就是那个捍卫民主T 我们要来看那个捍卫民主T 讲的不是陈薇婷的那一件 因为那个自己国家自己救的T恤 好多 卖出来好多 大部分的 OK很多的参与者 都有那件捍卫民主T 就自己国家自己救的T恤 然后还有很多其他 不是写自己国家自己救的 很多其他的一些T恤 我们现在就要来讨论 太阳花运动里头 那个沾满了汗水 而变酸变臭 有些时候就永远不再洗 你说那个大潮头 阿嬷花12万块钱买回去 她第一件事情去洗吧 洗了就没钱 没有加持了对不对 那一般的参与者 也许有些人家里头就留了一件 对不对 或者是说那个 那个汉卫民主 退会服务汉卫民主的这个头巾 或者是一个绑的那个肩膀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标志 可能都留在家里头 作为运动的纪念 对不对 那当然也有人什么 继续什么 继续洗了穿 穿了洗 那件 就是说参与过那个运动的T恤 那我们现在就从这个 德勒兹的这个流变纤维来看看 我们可以怎么样子阅读 运动T恤 好 这个是这个哲学家的照片 我不知道为什么当代的哲学家 都会去拍出这么有个性的照片 好像都是明星照一样 他的这本书 就是 那个 德勒斯跟那个瓜拉希 他们写的这个 A Southern Plato 这一段引文 我已经把它翻成了中文了 我觉得 世大学生的聪明程度 一定能够懂 他在讲什么 虽然我翻的中文有点awkward 可是你需要转一个弯 你才能够懂他在讲什么 他说 作为快筋或负数力量的傀儡提斯 你现在先不要管 什么叫做快筋 什么叫做负数力量 傀儡提斯总是知道的嘛 就是那种所谓的悬丝傀儡 可以吗 就是 就是 上面就是 有人拉着你 对不对 那个绑在手 手上的那个丝 那个线被牵的时候 你的手就会抬起来 对不对 所以他说 不连接到艺术家或操偶师所谓的意志 也就是说 那个傀儡本身是没有意志的 可以吗 那个傀儡 是靠着谁的意志来操控 传统会告诉你 靠着什么 靠着艺术家的意志 或者是一个操偶师的意志 或者是上帝的意志 可以吗 简单说 就是说 那个被操控的那个傀儡是没有意志的 是靠着什么 靠着其他人的意志来操控 可是 可是德勒之告诉你说 错 答案不是这样子的 如果 提斯傀儡 不连接到艺术家或操偶师所谓的意志 而连接到 神经纤维的复苏力量 也就是说 我把我这个手抬起来 并不是因为上帝是一个操偶师 他在操纵我 可能只是因为我什么 我的神经纤维 对不对 我的那个 那个神经传导 我告诉我说 右手抬起来 我的右手就抬起来了 可以吗 所以这个时候是谁在操控 是我的意志 我的神经 可以吗 我的大脑神经 所以前半部分是告诉我们说 你要离开那个上帝的世界 离开那个操偶师的世界 离开那个艺术家的世界 你不是被别人操纵的 而是什么 而你是直接由你的神经纤维 来操作你整个的身体 可以吗 那真正困难的是下面那段话 下面那段他说 而此神经纤维的附属力量 又在与前项度相连的其他项度上 形成另一个提示傀儡 什么意思 我们现在说 好 现在有一个叫做操控者 管他是上帝 管他是艺术家 管他是操偶师 对不对 过去的话我们觉得说 OK 人是被什么 命运操控的 好 可以吗 好 现在的话呢 他的这句话的前半部 告诉你什么 如果要有一个操控者 那个 傀儡的真正的操控者 是他的什么 脑神经纤维 这就是我们当代的认知嘛 对不对 我们的脑神经纤维 可以控制我们 可以吗 好 可是后半段 他告诉你说 脑神经纤维 也是另外一个提示傀儡 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的脑神经纤维 也在被其他的东西操控着 你可以说被大脑 被抑制 有没有在身体之外的东西 在操控着我们的脑神经纤维 脑神经纤维在另外一个场域里头 他也是一个提示傀儡 真正厉害的是 第二部分的那个 那个画的第二部分 什么时候基本上 那个操控怎么样被打开 德德志说 纤维从人类伸展到动物 从人类或动物伸展到分子 从分子伸展到粒子 如此以往伸展到不可感知 不可感知 并不是说它不是真实的 而是说 我们没有办法去感知它 不可感知并不代表不存在 而是什么 而是它一直在变化 每一条纤维都是宇宙纤维 每一条串联边界线的纤维 都构成了逃逸之线 或者是一个截者欲化之线 什么叫做逃逸之线 或截者欲化之线 过去最传统的想像 上帝作为一个操偶师 他在操纵的人类的一切 可以吗 第二个 我们要把上帝 上帝 上帝 那个已死 我们不谈上帝 上帝存而不论了 我们把什么 我们把人类的这个操纵 放到了我们的大脑 我们的脑神经纤维 在操纵了我们的身体的一切 可以吗 好 第四 接下来 就是那个最难的 他说什么 脑神经纤维也是另外一个提示傀儡 有人说 难道又回去了吗 脑神经纤维又要被上帝操纵了吗 不是 他不是要回到一个 hierarchy 他是要回到一个平面的一个复杂力量 复数力量他这边讲的 简单的说就是说 我们的脑神经纤维也在受到其他的力量的操控 所以表示什么 就是回到我们刚刚讲的 那个融化的雪梨 在太阳光下 掉在湿湿的 Emma 的私质与闪上 简单的说他在讲一个什么 他在讲一个 万事万物彼此之间的一个相互影响 有些是小范围有些是大范围的 刚刚我们看的那个细节是一个非常小范围的 是不是 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看太阳化运动 如果从纤维宇宙的角度里头 你可以看到什么样的纤维 先说左上角的你知道吗 一看就知道吗 那是什么 光纤吧 就是那个 Optic Fiber 对不对 光纤是干嘛用的 穿梳用的 对不对 在太阳化运动里头 我们说这个很厉害 马上就什么 一个什么 一个假叫托 一个那个iPad 就成立了什么 就能够去跟全世界联络 对不对 那那个 右上面呢 食物纤维 可以吗 食物纤维来干嘛 你要吃对不对 所以食物也是一种Fiber 然后接下来的话 右下角是棉纱纤维 左下角的话呢 我已经忘记了 反正anyway 你可以是一个木的纤维 你可以是其他的各种纤维 所以如果从 如果我们回到那个 运动T恤上面的话 运动T恤表面上第一层 它是什么 它是一个具吸湿性的棉纱纤维 跟一个具体温调节性的 神机纤维之间的连结 你为什么会出汗 为什么汗会渗透到T恤上面 汗味民主T乃是T恤的棉纱纤维 与人体的神经纤维之连结 人体下氏丘 体温调节中枢的排汗作用 对应到棉纱的吸湿性 而汗味则成为棉纱纤维表面的汗水 与皮质堆积 如何由液体固体转化到气化的变化 你们知道我为了要写这段话 你知道费了多少功夫吗 应该说你要把流变纤维作为一种过程描绘出来 真的很难 可是绝不停止在这一边 停止在这边的话 也还是只有两个因素 彼此之间相互影响 对不对 我们继续把它节省愈化 就是把固定范围把它打开 抗争现场的温度 湿度变化 抗争运动的压力变化 从第一天的警察空间 到其后的各种协商破局 从323占领行政院失败到退场争议 现场的空气流通度 从第一晚的闷热无空调 到其后加装的通风管与散热设施 抗争现场的水的供应 从饮用水到洗澡车 甚至台湾本岛3月4月间的气候变化 都可以是不同项度上的提思傀儡 懂我的意思吗 提思傀儡之后的提思傀儡 让神经纤维得以持续节省愈化 让所谓的人体得以无器官身体化 什么叫做人体的无器官身体化 在这边一个很简单的理解 就是什么 我们的身体不再是一个有限范围的身体了 我们平常对于身体的想像 就是你皮肤之内的交流 交流你的身体 对不对 虽然我们觉得说皮肤本身是一个渗透表面 它其实不断的跟外界 就是皮肤本身不是一个真正的 boundary 我们过去对于那种解剖学的认知的话 因为说皮肤本身它作为一个boundary 可是又不是boundary 为什么 因为它有porosity 它的那个渗透作用不断在发生 是不是 可是这边的话 所谓的无器官身体是一个更大的 就是说不仅只是一个皮肤 作为一个渗透界面的问题 而是什么 而是说人体其实就是在什么 在一个巨大的行动空间之中相互影响 从木纤维、纸纤维、塑胶纤维 同样作为运动的书写表面 到营养消化体系的膳食纤维 或网路串联的光纤 都可以是彼此启动的关系连结 与力量变化 都可以是纤维的流变纤维 所以这里头有两种纤维的意义 一种纤维就是 那个叫做光纤 那个叫做食物纤维 那个叫做棉纱纤维 那个叫做木纤维 流变纤维的意思是什么 已经不是在讲个别的纤维了 也可以是不是一个实体的纤维了 所以流变纤维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一个力量 强度力量关系的一个连结 创造 那在这个意义上面的话 那个我们就再用一下 那个德勒芝的概念 它叫做space of affect 行动空间所指向的 正是影响与被影响的容受力与意义感性 对不起 为什么我需要丢一个哲学概念给你们 因为我们要推 如何从运动T恤上面 看到运动的平等性 我们运动所要真的平等性 是不是指示自己国家自己救 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 去理解服貌到底是下面挖钩 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 去拯救自己的国家 不仅只是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平等的一个实践跟想象 有没有办法把318 占领立法院运动 它的平等把它变成一个感受性上的平等 有没有办法去想象那个感受性上的平等可能是什么 我们对身体 这个是德勒芝的话 我们对身体一无所知 直到我们知道身体能做什么 换言之其行动力是什么 那个affet是什么 所谓的行动力并不是说我要去打人 我要去揍人我要去走路 我怎么样子被影响 我怎么样子感受 这个部分 其行动力如何可以或不可以 与其他行动力 另一身体的行动力相互足够 要不摧毁另一身体 要不被另一身体所摧毁 或是与另一身体交换行动与激情 或是加入另一身体 以足够更强大的身体 这就是我们要在讲的 为什么可以从一件运动的T恤上面 看到整个运动的武器官身体 行动空间让捍卫民主没有固定形式 没有固定边界 没有适其所适的固定认同 捍卫民主T 乃是在世界与世界同数变化的物件 一个能流变纤维 流变分子 流变不可感知的 一直复苏力量集结 一个充满对汗 水 空气 温度 湿度 气候 为感知的一个前世 所以呢 我们基本上 我们要进入到 我们今天的这个结尾的部分了 也就是说 我们干嘛 这么 又还要请出这些哲学家 又还要动用这样子的一些哲学概念 我们不就是在讲 一个 一件 其实是很多件 无数件 沾满了汗水的T恤吧 那我们对于这个 沾满了汗水的T恤 可以有什么样的想象 我们有没有办法 从一个沾满的汗水的T恤 除了说 你看 他多么挺这个运动 对不对 全程参与 然后呢沾满汗水 那同时的话呢 我们要必须要知道 就是说 有没有办法打开 我们对于 这样子一个捍卫民主T的想象 每一件穿在参与者身上的捍卫民主T 都是民主的捍卫化 民主不是一个口号喔 它是有一个身体在 都是民主的体现 更都是民主的物质运动 民主运动的分子化 太阳化运动不只是话语和符号 太阳化运动也是身体的在场与表达 这是捍卫民主T 告诉你的 太阳化运动不只是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去打开那个捍卫民主T 太阳化运动不只是 运动的有机整体与组织整体 这是一个organism的一个想象 太阳化运动也是物器官身体 body without organs 的创造连结 捍卫民主T 作为太阳化运动物质运动的表达 其所打开的乃是有机无机 物物相连的能动网络 一个开向宇宙的 纤维网络 它是一个fiber network 有人在讲fiber network 好抽象 那我们就是用什么 用一件 充满汉味的t-shirt 那个 就是那个时候是要有什么 两岸 谈判条例是不是 还是什么 类似的 也没有出来啊 对不对 然后呢更惨的是什么 太阳化运动最大的挫败 在哪里 有人说啊不对啊不对啊 你看成功啦 你看2014年这个白色力量 他就把那个柯文哲送到了那个台北市政府 你看你看2016年 你看我们这时 时代力量就起来了呀 我想让大家怎么看啊 我自己觉得太阳化最大的挫败啊 不在于说那些法条有没有出来啊 而在于什么 而在于能够用一句话说 这是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 然后就全部测案 把整个太阳化运动 可以打开的讨论空间 可以对台湾民主提出的最激进的挑战 一句话就解决掉了 知道 就不用讨论了 就全部的测案了 对不对 那 我觉得是最可惜的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啊 就是说运动已经发生过了 我今天在这边已经 为什么还要跟大家 谈 也就是说 有没有可能 革命已经发生了 我们还不知道 这个革命提供了我们 什么样子不一样感受世界的方式 我们还只把那个革命 当成什么 当成一个对于代义民主的抗议 以及什么 以及是说 这群人做不好 我们换人做 我们让他们下台 我们换一批人进入到立法院 所以我一直很希望 就是说 这个充满美学革命能量的一个运动 发生在我们台湾 我们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 能够把他所能够带来的一个 在我们感应世界的那个层面上 所造成的颠簸力量 把它弹出来 好啦 今天就到这边为止 那个也非常感谢大家 愿意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来听我在这边 讲我目前想的事情